记得开启CC字幕体验完整干话 嗨大家好我是3D 动漫姐说 恋上换装娃娃第一化和自己生活在截然不同世界的人 看完影片喜欢再点个赞 立志成为女儿节娃娃投尸的高中生五条新菜 因为太过专心制作女儿节娃娃的关系 让她的喜好和周遭的人不同 无法和班上的同学相处得来 但也因为这样一直无法交到朋友 位于集团中心的人气者 喜多川海梦 对新菜来说就宛如另一世界的人 有着被他人侮辱喜好也会发怒的一面在 某天放学后 新菜意外让海梦撞见她和女儿节娃娃聊天的一幕 但海梦没嫌弃新菜 反倒觉得她很厉害 得知新菜也会做衣服后 只见海梦是当场脱下衣服 原来海梦有在搞Castroi 所以便让新菜看她自己亲手做的衣服 被这家伙五条新菜专业人士说烂 不免哭哭的海梦 希望新菜来帮她制作Castroi用的衣服 新菜也答应了 第一话整体来说作画上挺还原的 而且该有的福利也都有 如果是对岸应该 台版内裤胖刺没有少 漫画画功也超强 听完三弟姐说真的建议追下去 剧情片日常也能学一点Castroi的小知识 第一话就有女主角的胖刺可以看 话说女主角的CV是新人吧 男主当起工具人了 池田在隔壁棚帮帮童骨透子的配音员 想见帮帮匹扣大碗工片Fear片 因为透子跟海梦太相似 所以可以说是经验丰富 女主这根本不是辣妹是美女 五条啊 这可是接了不得了的工作啊 原作动画画的比想象中的香 第一集 跟其他作品的辣妹疯女学生比起来 海梦可说是香幼婆 五条的裁缝技能首次被夸奖 就算当海梦的专属工具人也是甘之如意 海梦的喘息声加上后面的脱衣 真令人想外 这部女主角也太香了 香到荧幕都能闻到味道飘出来了 男主角小学国中都没朋友 到高中直接欧气爆发 还教到了这么好的Castroi妹子 其实是那个妹子欧气爆发遇到男主 海梦捡到宝喜欢Castroi的妹子 找到一个会做衣服的工具人 怎样看都是海梦赚到 重点是人家还有家业可以继承 而且是赚得多的那种 女儿节娃娃都是高价艺术品 而且还是很多人买的那种 日本的需求量还是很大 漫画后期也有提到 一天要做几百个才能赶上出货 而且单价不低 日本人很注重女儿节 在这方面家长都不会亏待自家女儿 一套普通的人形娃娃 约15至50万日元 更昂贵的高达100万日元以上 Core Weeks真的是恋爱戏动画的一大强设 第一集就展现出很不错的表情描写 无论是男主那个情感温度的反差 还是女主再就自己喜好的表情也好好演出了 更令我赞叹的是女主的小动作 肢体等活动 CW又不只是做得流畅 更将那份可爱传达到位了 另外声优虽然是用新人 但完全没棒读之类 不如说声音好搭好好听 其实声优严格来说都不是新人了 但是少担任主意 男主的声优之前是游戏王Vinz的主角 是个冷酷很少有感情的波动的人 心菜在职人模式的时候就是这个声音 女主那边则是有手游培养配音经验 多半也算是习惯了 突然觉得有另外一步 请在伸展台上微笑的即时感 不过这一步明显更对我胃口 毕竟比起时装 CAS服在日常里更常看到 而且女主角真的香 最喜欢这种有点福利的恋爱番了 作画精致 人物特色也鲜明 女主也不是那种母版傲娇还怎样 虽然拜托男主帮忙做衣服 但表明自己也会帮忙 不是全人给别人让男主当工具人 这年头的辣妹 不知道为啥都是纯情纯真且认真 所以到底为什么要打扮得很会玩乐 现在都想把JK做得又婆又香 比起伸展台的时装 CAS服A比较贴切平日 虽然能把怎么听都像是H作品讲出来 有点傻眼就是了 不过这种日常番大部分都差不多 除了可能夸张点以外 正所谓世界那么大 总会遇到一个适合你的人 虽然说男生玩娃娃多多少少都会被取消吧 不过男主是用他的技术做出来的东西 很让人崇拜 看来恋爱校园喜剧就要从这边出发了 最近才把漫画进度给追完 看完第一画 感想就是海梦太香了吧 第一集作画跟节奏真的不错 制作公司Kovie Weeks超级还原原作漫画 看起来动画组很有爱 这部漫画刚出来的时候就被圈粉了 动画做得也这么好真的赚烂了 有奶有内裤女主又正道翻 值得追 五条跟喜多川的互动场面太有趣太期待 不过这种日常翻大部分都差不多 而且各自的秘密互相还被对方给看见了 差别在于前者是被动而后者是主动啊 甚至海梦自己还贡献不少福利画面 男主家做传统人 因为小时候被黑发妹子讨厌 导致自卑的心理创伤 照恋爱翻套路 这妹子感觉99%后面会再登场就是了 女主虽然打扮辣妹风 不过骨子里却是个喜欢HC的宅女 这反差是真的大 虽然说到头来也是要男主帮忙做衣服 但跟前面的工具人不同 至少是做男主喜欢做的事 而且女主应该也不会只是受她帮忙 第一集重点整理 开头还是被那种印象束缚 像是男孩子不能玩娃娃 或是女孩子不能玩机器人 其实只要喜欢就好 没什么感到羞耻 五条心菜可能因为这样 在小时候被女同学这样说 导致现在无法说出自己的内心话 压抑自己的感情 虽然表面跟爷爷说没事 但实际上在高中生活 无法融入同学的话题 阴挫阳叉之下遇到同班同学喜多穿海梦 虽然很想关心她这样撞到头 怎么可能只含好痛 不过看得出来 她是一位喜欢动漫的御宅 而且还能跟自己的朋友分享 多少让五条心菜感到羡慕吧 因为家里的缝纫机故障 心菜就放学到手工艺设计用 这么刚好又跟海梦碰面 也得知海梦喜欢COS 只是做衣服的技巧很差 两人因为这种原因有了不一样的发展 海梦希望新菜可以帮她做衣服 而海梦得知新菜愿意帮她做衣服 开心的手舞足蹈 那模样真的是从内心感到喜悦吧 结果海梦喜欢的角色作品 感觉是宫口游戏啊 办法还穿着角色阿黑炎T恤 尺力真强啊 光是海梦说这两句话 我就推荐决定追下去了 不该批评别人的兴趣 自己的想法要好好地说出来 光是这两句话 我就决定追下去了 第一集不过海梦到底是碰上了什么事 才会像那样整个人飞撞过来 那其实还蛮危险的耶 这部动画真的蛮用心制作的 而且都有抓到观众想要的点 真的有像真人的感觉 虽说一般真人很少会做出这么多表情就是 但相较于表情与内心变化少的 这种变化多得真的更吸引人就是 男主运气也真的蛮不错的 能遇到这样的女主 虽然有点意外最后女主居然讲出那些名称 口味有点重的感觉 不是应该更清纯一点 男主听到估计也惊呆了 外表辣妹实则变态 隔着荧幕都有香味飘出来 尤其那个屁股蛋真是香了 看完动画第一画后就直接补完漫画 感想只有能够出生在一个没有偏见 也没有歧视的世界真是太好了 兴趣与梦想被认同 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周遭的人也给予鼓励的温暖世界 已经足以称得上是异世界了吧 我也想去 我可以保证 多数的线冲都有一两样宅喜好 只是比较不会表现出来而已 出社会后看的动画也被说成幼稚 追求自己的兴趣有什么不对的 海梦是个很喜欢御摘文化的辣妹 她想要COS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实现极致的爱 不过她无法做好COS的衣服 于是拜托有制作衣服的能力的新菜 新菜会尽力尝试做人的衣服 答应海梦的请求变成两人之间的约定 最后海梦说出完整的作品名称和她喜欢的登场角色 新菜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段真是爆点 而男主也是马上职业并发作 看着衣服一下这不好那不行的 也没想到这是人家花多少时间土法炼钢才做出来的心血 一套嘴盾连发女主Science都快归零了 不过也正因如此 女主知道了眼前正是可以帮助她实现梦想的人 便请男主帮她制作COS服 第一集也就在这里告一段落 制作方面 除了女主的香气之猛烈宛如山红爆发之外 精彩的演出安排也是一大看点 男主这种阴沉的个性 如果没有处理好会显得整个人很恶心或是很无聊 但是动画里面透过许多的小表情和小动作 让你很切身的体会到她是真的打从心底的热爱这份手艺 画面中男主对娃娃所展现出来的那份 爱与热情一定能够让你产生共鸣 少年们 配音缘 喜多川海梦 植田鸡奈 五条新菜 时髦祥迷 前沙寿叶 众敦美 前行寿 阳公飞纳 五条 熏 斧 今天解说就到这边啰 感谢你的收看 有看完就是支持3D了 喜欢这部讲解记得下方点个赞 别忘记订阅3D 开启小铃铛通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